这套别墅共三层 占地面积的2011平方 建筑面积的1298平方 整套别墅拥有6个卧室 以及7个卫生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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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边泳池等等 接下来呢 我就想带大家来参观一下 这一套海景别墅 好 现在进门呢 我们就来到了这所别墅的门厅 它呢 是一个中空设计挑高的 右面呢 就是室外的一个瀑布的设计 咱们继续往前走呢 大家就看到这个非常美的一个玄关景的一个设计 然后呢 整个中厅面朝大海 它是双层挑高这样的一个设计 所以啊 空间感非常好 咱们来到中间这个位置 大家看整这一层的一个布局情况 这边呢 有一个上二楼的一个楼梯 再往里边呢 就是啊 餐厅及厨房 那么这个中厅呢 再往另外一个方向呢 就是这套别墅的客厅区域 那现在咱们先来参观一下这个房子的客厅区域 麻的这个布衣沙发 沙发背后呢 这个落地玻璃窗呢 我们是能看到院子里的瀑布景观 那么沙发正对面的这一面的落地玻璃窗 我们看到的是180度 毫无折览的壮阔海景 那整个客厅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设计呢 非常的时尚现代 你看这些装饰化的设计 玄关柜的设计啊 到处就看起来是清新现代清奢的这种风格 好 咱们看完客厅呢 就继续往前走 再穿过这个中厅往前就是餐厅和厨房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餐厅和厨房 那么厨房呢 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布局 整个厨房呢 就焕然一新的感觉 全是白色的这个橱柜面 这里呢 是整个一个巨大的这个倒台 这是一个西厨的设计 在倒台上呢 会有这个电磁炉以及升降的这种油烟机 这个倒台呢 这另外一侧呢 还配有这种亚克力的八凳 所以呢 既是倒台 也可以作为早餐台 我们再看这边呢 一整圈整个厨房的这个橱柜设置啊 你看这个橱柜烤箱这些品牌四卖格的 所以看出来这套房子真的是豪宅的标配 这一边呢 除了这些水池等等 这里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放酒的恒温的酒窖 全面开放式布局干净明亮整洁 我们现在镜头往前看 厨房前面呢 就是这个房子的餐厅了 你看一下这个餐桌呢 是一个巨大的方形餐桌 能够同时容纳食人就餐 这个餐桌呢 以银灰色的这个颜色 配备的是亚克力的餐椅 所以这种搭配呢 特别这个带给我们这种现代感 然后这个餐厅最大最大的亮点就是 看到了两面落地玻璃窗的设计 在就餐的同时欣赏这么美的景观 所以这个餐厅我觉得也是这个家里的一个亮点 然后我们再看餐厅的另外这一面玻璃窗呢 这个门打开 我们就可以来到它的户外部分 我们从餐厅的落地玻璃一门出来呢 就看到了这所别墅的一个无边泳池 我们从这看 无边泳池向前 无限延伸跟大海相连在一起 在这个泳池里游泳 你一定感觉到是在大海中游泳的这种幻觉 看完这个无边泳池呢 咱们继续往前走来看这个别墅的这个庭院部分 真的也是非常大 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海景露台 这里啊布置了很多的这种赏日落的休闲堂椅 因为啊大家应该知道西海岸的日落是特别特别壮丽的 非常非常有名的 可以号称是亚洲最美的日落景观 那在这个院子的尽头这边大家看一下 有一个凉亭的一个设计 毕竟啊太阳太晒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到这里 休闲休息 然后在这呢不受晒的同时 我们看到前面无敌的海景 所以整个别墅呢 任何角度来看都能欣赏到这种毫无折挡的海景 这是这个别墅啊 我觉得最美的一个地方 那这一层呢我们就参观完了 我想带大家呢看 分别看一下上面一层和下面一层 咱们这还得再回到室内 咱们现在也回到进门的中厅部分 沿着这个旋转楼梯 咱们上楼上来看一看 这个白色的旋转楼梯 两边呢是玻璃的扶手 也是非常有现代感 来到二楼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整个二楼的一个布局 从这呢 大家可以看到外面的这个雕塑 它的处处细节做的真的非常好 咱往这边转一下 看一下这个玻璃的这个长廊 左右两侧就是从下看到的 这种挑高的一个设计 非常美有风格的这种啊 吊灯 这个长廊呢 两头分别设计了有一个套卧嘛 这个呢就是这个别墅的私人电梯部分 等于环子从电梯下去 而这边呢就是这一头的第一间套卧 带大家来看一看 进来这一间套卧呢 你会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区域呢 它实际上设计了是一个工作区域 进门这一边呢墙上呢 全是这种啊书架 这有一个小这个写字台 所以呢可以设计成一个办公区 从办公区呢 这一边就是进入到卧室了 进来之后这一间呢 主卧套房呢 中间最美好的位置呢 放了一个巨大的双人大床 然后呢这个卧室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 它两面就落地全景玻璃窗的一个设计 就是为了看最美好的这个景观 那么来到了楼上再往前看的时候 这个视野更好 景色更美 相信大家在床上欣赏日落都可以 我们推开这个落地移门呢 就可以来到户外阳台 这个户外阳台有个特点 它不仅尺寸特别特别的宽大 在这个一圈呢 还有像泳池一样的这种水系的一个设计 这一个设计呢 包围了整座房子 所以环绕 就像护城河环绕了一圈 好 我们看完户外的阳台呢 咱们再回到室内 再回到室内 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 整个房子 它的设计感 细节上可以看到 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软装的配置也特别的漂亮 出来主卧 我们要看一下 它令人震撼的卫生间了 来出来主卧往前走 所以一进门的瞬间 我们恍惚就有个错觉 这是卫生间吗 怎么会有这么大 是吧 但是它的确就是卫生间 这里在最好的位置呢 一定是给了这个独立的浴缸 躺在这里 可以看到外面的海景 然后我们再看 转过来 随速可见这些的植物的这个格架呀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 这个花瓶装饰 前面是双洗手台 巨大的这个镜子 这边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边呢 就是一个淋浴间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淋浴间格外的宽敞 并且淋浴间的上面呢 还有采光窗 这一个淋浴间 就赶上普通房子的卫生间了 我们可以啊 从这个角度再给大家看一下 全面的这个卫生间的这个尺度 非常的大 那么继续往前走 这里就是步入室的衣帽间了 看这个步入室的衣帽间 空间非常的宽敞 两边呀都分布了 这种衣柜 呃这个镜头 这里还有一个化妆台 梳妆台 化妆镜 好 那这一套 主卧套房呢 基本上我们就参观完了 非常让人震撼 是吧 那出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房间 就是整个走廊对头的这一个套卧 这个走廊呢 你看它的设计啊 两边的是玻璃扶兰 走到头就来到了这一间套房 这间套房进来以后 空间感也是非常的好 一定是面朝大海的布置 然后落地观景窗 落地观景窗推拉门一打开呢 就把户外的大海 大海的感觉扑面而来 那双人大床的设计 整这个的空间呢 好像更大一些 这边呢一样配置有挂墙的这个电视 这个房间呢 我觉得小小的有一点和它不匹配的 就是这个大衣柜 是不是这个大衣柜感觉不匹配 这一套海景套房的品质 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里呢就是这个套卧的卫生间 卫生间呢同样非常的大 也是在最好的位置放了这个是圆形的一个独立浴缸 这边呢这个折阳的这个百叶窗一打开呢 这个外面的海景毫无折来扑面而来 那这个卧室同样也拥有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户外的水系环绕的海景阳台 这是这个房子的一大特点啊 无论哪个角度都能看到非常美的海景 那这一层的两个卧室呢我们就参观完了 我带大家呢坐私人电梯 咱们到楼下来看一看 咱们现在呢来坐这个私人电梯 咱们到下面一楼来看一看 好出来电梯呢我们就来到了下面这一层 看一下右手边我们也可以通过楼梯来下来 下来到这里一个巨幅的装饰画 这个地方要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这里呢就是这个别墅的私人酒窖 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一层的层高也是非常高的啊 这边有个玄关柜以及装饰画 咱们往前走 这个空间呢也是非常大 你看依次分布了好几个房间 我们先右手边第一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呢是一个能够容纳十几人的一个专业的影音房 通过底下铺的厚厚的地台 然后墙上的这些隔音的软包 就发现就能看出来它的专业度 就好像来到专业的电影院一样 可以躺在这里来欣赏电影 所以整个的配置呢 可以说是专业级的影音室的配置 然后一来到这氛围感也十足 好参观完这个影音室我们继续出来 在这里呢放了一个台球桌 整个这个房间呢算是一个娱乐室 在这儿呢又有一个套卧 这一层呢共分布了有四个卧室呢 先来第一间 我手边呢就是一个大衣柜 然后再往前呢是卫生间 再往里走呢就看到了双人大床 然后大家往前看这个地方呢 景观窗就好像一幅立体画一样 这一面呢这个窗呢是面向大海的 前面那个窗呢是面向前面的这个绿植景观的 墙上同样配置了有电视机 好这个房间参观完咱们出来 哎往前走这边还有一个套卧 这间套卧进来啊 左右两边呢分别是布鲁式的衣帽间 以及卫生间 咱们继续往前走 这有个装饰的佛像 这一间呢是放置了两个单人床 但这一间呢近来最好最好吸引我们呢 就是它的无敌的海景 是吧 整面的超大的落地玻璃窗 把最好的景色呢留给我们 那同样也配备了这个电视机 两张单人床是满足这个不同的需求嘛 这间房子看完 好我们继续往下来参观 咱们现在呢又回到了放置台球厅的这一间娱乐室 大家可以看还放置了几个这个休闲凳 有人 这个比赛的时候有人在欣赏 好我们继续往前走 穿过这个走廊 咱们往前走呢 就来到了这一层的第三个卧室 进来这个卧室呢同样非常明亮的采光 以及啊前面呢这种海景景观窗 这呢是一个双人大床的一个配置 也有同样也会有这个衣柜的配置 也有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大家一定要看一看 看一下这个洗手间不一样的地方呢 这个洗手间配置了独立的浴缸 这个独立的浴缸是面朝大海的 好我们出来这个卧室继续往前走 这一间呀要给大家来看一看 这个呢是一个特别专业级别的一个健身房 咱们不仅仅从这些设备上看出来它的专业度 可以从脚下都能看出来 所有的这些细节啊都能显示 这是一个专业级别的健身房 这种级别的健身房也可以说是豪宅标配了 好那么咱们参观完健身房出来 这样继续往前走呢 就来到了这一个房子最后一间套卧 给大家看一看 进来这间卧室呢 我们发现它是这一层里面面积最大的一个 进来以后啊 扑面而来的非常好的这个自然采光 中间呢也是放了一张巨大的一个双人床 呃床背后呢是写字台 在这边呢墙上依然挂了这种电视机 这一边呢这个整个的这个采光窗呢 一样是能够看到前面的这个海景 那这个房子的卫生间我们也要来看一看 这间卧室呢大家看到了是吧 同样配备了这种独立的海景浴缸 所以说海景别墅呢 它就是每个细节每个角落都希望我们看到海景 这边呢是这个洗手台啊淋浴间的设置 好那这个房子我们参观完了 参观完这个房子也就意味着整套别墅 六个房间我们全部就参观完了 好看完这套房子呢 我来总结一下这套房子的一个布局 它呢是一个三层结构 进门这一层呢是主要的公共区域 有宽大的客厅餐厅厨房 然后这一层呢还有非常大的海景 露台以及啊无边泳池 如果你想要一套海景房子 那么这一套一定能满足你所有的想象 因为它有毫无折览的一望无际的景观 再说一下从这层下面那一层呢 是分布了有四个卧室 有健身房影音室及酒窖 那么中间这层向上这一层呢 是分布了两个套卧以及办公室 那这是整个房子的布局 那我说一下我对这套房子的看法 这是一套真的是装修非常现代化 时尚用色大胆的一套漂亮的别墅 除了它180度无折挡的海景 那么内部的房间布局也是一个亮点 然后再说一下它的一个价格 1.8亿泰铢的这样一个价格 其实在这个卡玛拉百万富豪宅当中呢 它是性价比还不错的 那我觉得这个房子呢真的值得入手 如果伙伴们对这套房子感兴趣的话 可以跟我联系咱们再找业主啊 商谈一下这个价格 这套房子拥有无敌的海景 6个卧室 7个卫生间 以及一系列的配套设施 能够满足大家对豪宅的所有要求 这期视频呢我们就讲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